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安安 我是鄭鴻宜 歡迎收聽今天的報道全世界 今天我們非常難得邀請到的是 這個文化部的部長 鄭立軍 鄭部長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保定你好 鴻宜大哥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那部長他當然 這個貴為部長 他稱我大哥也是應該的 因為我大你很多歲 OK 鄭部長這樣 鄭部長他是 阿扁時代最年輕的親府會主委 那時候34歲 當時還有親府會 當時有親府會 你國國來說應該是說青年部的部長 那現在是林權內閣的最年輕的部長 最年輕現在是唐鳳鎮委 唐鳳 對 我很高興有一位更年輕的 後來才有唐鳳 本來是沒有人 鄭部長四十幾歲 大家對你都很期待 年輕人也比較有衝勁 那我可不可以先請教一下部長 你 我看你就是說 這個 謝長廷你選總統的時候2008年 那時候我就覺得 就有點不捨 就是說你 這麼辛苦 所謂那個什麼 那個叫 逆風行腳 逆風行腳 喔 那當時又是冬天嘛 對 農曆年過年的時候 那怕什麼 22天 從鵝鑾筆走回台北 怕怕怕 那時候比現在年輕很多 怕怕怕 對然後前面幾天就 就起水泡了 對 那我是當時就覺得說 你很堅持的 而且很有 就是那個意志力 這樣 我想要請教你 就說 你 怎麼會跟民進黨有這樣的機緣 其實我到現在 從來都沒有說很清楚說 我自己要從政 但是我一直都在參與很多的運動 學生時候參與學運 然後參與政治運動 或社會運動 那所以對我而言就是說 其實是一個覺得台灣可以更好 還有我們身為一個台灣人 我覺得我們有責任 在為下一代打造一個更好的國家 所以一直是有這樣的一個想法在 所以我覺得因緣際會 有讓我有機會 能夠擔任一些公職的時候 我覺得是上天好像賜給我一些 能夠去努力的一些機會跟管道 所以我的個性比較不會說去爭取一些位置 但是有任務交給我 我就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做我認為該為台灣做的事情 因為我有在看就是說 你是1990年的時候 曾經絕食一個禮拜的樣子 對啊 宏毅大家這樣一講 好像我要不絕食要不苦行這樣 這就是有台灣心嗎 可能突顯一些我年輕時候的個性 有時候為了堅持一些主張 就會用一些行動去表達 我意思是說 其實那時候你是讀台大 你是台大土木系轉哲學系 對 那時候已經是哲學系 本來是土木系 然後我看你在絕食 你在抗議那個所謂的 當年就抗議老國代 老國代 老國代在修憲 當時我們認為說他沒有權利修憲 因為他不是人民選的 這個修憲跟自憲代表 所以當時我們主張自憲 所以其實那是我覺得是台灣 歷史上第一個學生自憲運動 但是那運動是失敗的 最後當然沒有成功 你放心我告訴你 自憲運動有一定會成功 就是年輕時候懷抱的一個 我現在沒有年輕人 我也覺得還要認真打招 我的問題就是說 你那麼年輕 然後是什麼東西撞擊你 讓你當時就有那樣的想法 你是土木系又是哲學 後來轉哲學系 你又不是讀政治系 你又不是政治家族出身 其實就是說台灣的教育體制 其實在我們那個年代都是很封閉 為了考試競爭要升學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心裡 也有一些理想 都會陷入掙扎 其實我是對人文科學 跟人的世界比較感興趣 但是我歷史地理都背不起來 所以那我高中的時候覺得說 我數學物理也很有興趣 很難取捨 所以我就選擇念自然主 然後覺得說我其他人文方面 我可以自己來 所以我也讀了一些哲學的這些書籍 那我上大學之後我就覺得說 隨著年齡漸漸長 我覺得人生應該要忠於自己內心的 一些這個想像 然後我就覺得我該為自己的理想負責 所以我就決定說應該要轉人文相關科系 那我覺得哲學是最廣的 就是他對我最不設限 那我在這裡面可以讀我想讀的東西 所以我就後來就選擇轉哲學系 我知道我意思是說 所以你說你會去絕食就是抗議他們要 老國大要修憲 這個事情是你是書本啟蒙禮還是是老師啟蒙禮 開始也讀了很多當時的黨外雜誌 那開始發現說有一個世界是過去 在我們教育體系裡面是很陌生的 就是台灣所有的一切 它過去的歷史 然後這些民主運動黨外運動 所以我大概大一就開始參加學生運動 然後開始參加校園外的社會運動 那其實環保運動也參加 所以也參與反核遊行 然後學生運動 然後一些性別運動 所以其實在那個年代 我覺得這些參與運動 對我是大學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那在尤其那時候 也是台灣解嚴前後民主化過程 所以我們非常密切的注意說 在這個民主化過程呢 其實是應該由下而上的 那我們的民主化都是由上而下 政黨協商完 然後老國代修憲啟動的 那我們當時認為 他偷渡了很多勘亂時期的體制 所以他程序不正義 一定導致實質上不夠民主 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就會去做這樣的抗議 那其實那個就是一個個性 就是覺得說該堅持的 我們就應該去堅持去追求 但是當時其實運動是失敗的 那我也從中學習 就是說社會運動 本來就不一定是為了成功 它是為了跟社會來表達一項價值 去倡議一項價值 所以因此之後我也一直持續的 再參與社會運動 包括主張公投法補陣等等 然後跟隨林義雄先生的苦行等等 那其實台灣社會就是靠這個社會力 靠民意一步一腳印 所以我們走那一點點路其實不算什麼 其實台灣歷史每個年代 因為都是台灣人這樣一步一步的 相信一些價值 然後不斷的去倡議 最後形成社會共識 那政黨就跟著人民的意志在走 所以我覺得是這個力量啟發了我 可以說是整個大台灣的歷史 跟大家追求的這些理想跟意志 啟發了當時年輕的我 像我 就說我對所謂的台灣的民主 開始有一些啟蒙是因為我哥哥 我哥哥會去買檔外雜誌 回家看 看以後就會討論 然後我就拿來看 我的意思是說 當時你怎麼會有檔外雜誌 你是受同學影響嗎 其實在高中的時候我們會偷偷看 一些影印本 然後小時 那是同學去買嗎 對應該也是同學買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我爸爸也會看 我小時候住在邦嘎 他們可能都會去龍山寺 聽演講 然後我看他跟鄰居會交換 但是都用信封包著 小時候有時候會懷疑說 是不是看色情片還是什麼 很好奇 我發現爸爸其實在偷偷關心 台灣民族的一些問題 對然後我們這個同學有討論228 那所以同才的影響其實蠻大的 那我覺得對我最大的啟蒙 是這個一次的這個 這個綠色行動 那當時從龍山寺出發嘛 那我們在北宇女那天就提早下課 然後老師們就說待會有報名行動 報名行動 那我當時的個性我都是比較有一點叛逆 已經因為開始讀很多哲學的書籍 開始叛逆我就想說報名行動是什麼 我自己去看看 那我覺得我就去看了龍山寺 當時的遊行 那看到謝長廷啊 鄭南榮啊 這些當時的黨外人士 我才驚覺說世界不是那個樣子 其實有待自己去發覺 我覺得那一幕對我 是影響非常大 非常感動 對那大一的時候 520農民運動 對我影響也非常大 所以我想我剛講的就是說 是這些台灣人的一步一腳印 爭取自由民主 其實對我人生的啟蒙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那爸爸為什麼會看黨外雜誌 這個我爸媽他們告訴我就是說 他們從以前就比較支持這個自由派 從來沒有投過 我知道 沒明講 那所以當然也許家庭有一些影響 我想家庭有一些影響 那爸爸為什麼是自由派 有沒有跟爸爸談過 其實我好像從來沒有不用問他 我好像很能夠體會 因為我爸媽 應該是看過什麼不公不義 然後才開始 我爸媽的家庭就是很平凡的農村家庭出生 然後結婚之後拿著兩個空皮箱 到台北Vanga開始創業打拼生活 然後一輩子都靠自己打拼生活 那我想他們從農村 然後到都市整個這樣打拼生活的過程 其實台灣過去是很多不公平 那所以他們也一路感受到 這些社會其實都需要去 政治社會都需要去改革 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文化部的 鄭麗君政部長 政部長他是 你應該是萬利的人 我們爸爸是萬利 爸爸是萬利的人 媽媽是大家 我在台北萬家出生 萬家 爸爸就去萬家做生理 對 他做什麼生理 我小時候我爸爸是鐵工廠 你做工廠嗎 他自己本來在上班 都要公司回去 自己開一個鐵工廠 我小時候就客廳集工廠 以前都這樣 那小時候就在這個鐵皮裡面 這個長大的 我還記得我小時候 拿我爸爸鐵皮跟牛奶罐 還做了一些科學玩具還得獎 哈哈哈哈 你也一樣 你也一樣嗎 你也一樣做鐵皮 就小時候會去 老師會請我們去參加一些比賽 然後就就地取材啊 然後就取用了一些 爸爸工作上的一些材料 我還記得就科學玩具還得獎 真厲害 爸爸自由派看到你今天就是說 但是他們在我參與學運的時候 事實上是很擔心的 哦 他們理念上是支持的 那但是總覺得說 啊這個事情是真對不不對 但是 你不要去做爸爸做的 你是這個女孩子 盡量還是要注意安全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們去參加遊行 有時候我爸媽都會騎著機車在後面 摸摸跟著 然後有一次我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在這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面在抗議 然後我站在第一排 那時候你大學生 對我大學生 那鎮暴警察 開始這個 往我們靠近嘛 要這個驅離 那後面的民眾開始往前退 我就被擠在下面 踩在下面 那踩在下面 那我非常感謝 可能 那個老師自己不知道 師大林育體老師 他把我互助了 他可能到現在不知道 我今天公開感謝他 他把我互助了 然後瞬間我聽到 我爸爸媽媽在後面 很大聲的 我媽媽就叫說 我的女孩子 我的女孩子 非常非常擔心 對 你在這個 社會運動 還是說民主運動 你打拼的過程裡面 你有沒有哭過 有一次 只哭過一次 一次 對 那是哪一次 就是剛剛 宏怡大哥提到就是說 在台大門口 絕食七天 要抗議老國代修憲 那運動失敗了 那當時就是面對說 運動失敗要不要結束 可是我又覺得說 我跟社會說我要絕食 這是一件很神聖的事情 那可是運動又失敗了 要不要繼續下去 那因為當時跟著我絕食 有二三十位朋友 他們爸爸媽媽每天都來 都希望我趕快停止這樣 那我就陷入了掙扎 覺得到底是要為自己的諾言負責 還是要接受大家的建議 那我那一天就說 跟決策小組講說 讓我考慮一個晚上好了 我們都睡在睡袋裡 我就睡袋拉鍊拉起來 然後哭了一個晚上 然後半夜起來寫一個聲明 隔天就宣布運動失敗 我覺得對我是一個很大的學習 從失敗裡面學習 對不然好像沒有台階好下 對其實每個運動都會面對 但是我從中很大的學習就是說 其實社會運動不是為了自己的成功 社會運動就是為了那個價值 還有你用行動去跟社會對話 所以你的行動其實已經引起社會的關注 其實就是一個過程 然後你讓更多人共同為這個主張 一起來進行一個集體行動 所以重點是在社會運動的本質 永遠是在自己跟自己人民的對話 而不一定是執政者的低頭 了解了解 對我其實後來常常跟參與學運的 或社會運動的年輕朋友 談到說運動最終就是 為自己跟自己的主張負責 那不一定是說讓執政者為你低頭 所以即使失敗也是要踏出去 而且那個失敗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因此不能收拾的話 沒有台階下 那個就會讓自己陷入很難堪 因為你要執政者低頭 談何容易 在當年那個年代 那當然每個運動有它的策略 我想也都尊重 但是我覺得對我自己而言 就是說學習一個負責任 不管成功失敗都自己來負責任 那當時我們也決定了後續的一些 繼續的計劃 然後就是年輕的一個學習的過程 找不到很多人就因為那一次被你 意識也被你喚起了 那就是一個很成功的運動 只是你看不到而已 不知道 因為總 但是總覺得說 我自己在那個歷史的過程盡了力 我曾經參與過 我覺得這一點對我很重要 就是說台灣的歷史我有參與過 不管成功失敗 那大家都是共同一起走過來的 爸爸媽媽現在看到你這樣這麼好 等下做文化部長 替台灣做更大的公園 爸爸媽媽有沒有很高興 我想公跟私也許有不同的心情 公的心情覺得說可以為國家做一些事 那私的心情是說 你的孩子這兩歲多 哈哈哈哈 你不要比較多時間讓你自己去的孩子 好不容易46歲才當媽媽 嗯哼哼 所以公跟私的心情 我想身為父母應該都有吧 我們有鄭麗君這種女孩 我也四季去人家說 我們女孩離婚了 哈哈哈哈 現在你做部長呢 文化部長 不過恭喜鄭部長 他有一個小朋友現在兩歲多 他應該叫寬寬吧 對 很可愛 好我們現在訪問的是文化部的部長 鄭麗君正部長 來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好歡迎繼續收聽 《播度全世界》 我是鄭鴻怡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文化部的部長 鄭麗君正部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鄭部長他 在台大畢業以後 本來是讀訪目的 後來專哲學系 這個很難很少見 都是哲學系想轉土木系 這是沒頭路 哲學系怕找沒頭路 那後來他就到法國去留學 我看你法國好像是大學也讀 後來讀了碩士也讀了博士 博士是有這個論文沒寫完 所以還是候選人 永遠都候選 候選很久了 就因緣際會2001年 2000年民進黨執政 剛好回台灣的一些因緣際會 就踏入台灣智庫 謝謝謝謝 然後就論文就割下來了 割下來 你為什麼留學會選擇法國 其實我那個年代很多朋友 其實是到美國念書 對 那但是一方面因為我念的是哲學 那我對政治社會哲學比較感興趣 那大家都知道民主的法國大革命 很多是民主思想歐洲 都是從那裡原鄉產生的 所以對我而言說歐洲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要去學習的地方 那另外是我很喜歡法國電影 當時也夢想說是不是 有朝一日來轉念電影 保留一點可能性這樣子 所以當時就選擇說去法國這樣 台灣現在看電影大概 台北都是好萊塢啦 除非就是說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電影 電影院它會放一些比較浪漫的電影 可是都是很好看的電影 這樣比方說我可能看過挪威的 瑞典的啦 對 法國的電影你喜歡 你覺得它跟其他國家或者是好萊塢的電影 或去找很多的各種各種電影經典 那所以其實是一個很可望追求 文化上的一些滋潤的那個年代 所以我就很喜歡文學啊電影 那所以我覺得歐洲的電影就是 它的類型就比較多元 也許不像美國的這個比較單一類型 那它有很多各種各樣故事的豐富性 有一些藝術性 它有很多電影的思潮在裡面 其實電影的技術的發明史上 法國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那這個攝影機的運用 其實最初在法國這個發明的時候 它只能記錄這個真實物體的運動 那當時是在巴黎的咖啡廳 做了全世界第一次的電影的放映 對 但是它是在譬如說 紀錄這個一輛火車開進這個火車站 它只能夠這樣子完全的拍攝 真實的拍攝 可是是一對法國兄弟 他發明了停止攝影的技術 讓他可以有這個電影開始講故事 所以其實電影的技術發明是從法國開始的 所以其實它歐洲有非常豐富的技術 文明史的發展等等 我想這一切對我當時是很有魅力的 所以就覺得應該要多花一點時間去歐洲來學習 對你來講你是一個在那邊 留學好多年的留學生 對法國的了解比我們多太多 那我們作為一個觀光客去過法國幾次 還是對法國很佩服 比方說法國的美食 法國的美酒 法國的服裝 法國的古文物的保存 繪畫 音樂 這個國家了不起 這個國家連農業 這個國家連這個航空業 造飛機 造車 各方面的技術 甚至核能電廠什麼 都是在全世界都很領先 對 那我都把它歸納為 那都是法國文化的一部分 對 因為文化很深厚 所以它做得出來 那我想請教你就說 那你感受到法國文化在 在推動 在保留 在推動他們的文化建設的時候 你覺得他感受到什麼東西 可以拿來給台灣學習 是 所以剛剛洪一大哥提到就是說 法國是要非常重視文化保存的國家 即使說我們現在想到說 法國的美食 酒 但是 大家想看 我們現在都可以去法國的酒莊 對 你去可能會看到 這個一百年兩百年三百年前 酒莊的面貌 對 而它的酒的產業還在 所以它的傳統產業 在不同時代繼續發展 對 而且現在在全球化時代 變成輸出的重要產業 而且炭景炭戲 對 那五大酒莊都叫人家 他不覺得說那個是農業要補助的項目 那它的整個村莊 還用文化保存的方式把它保留下來 所以你還可以看到那個酒莊的生活方式 所以它的在地的文化 那麼它的古蹟 然後以及它的產業 它其實產業背後有產業文化 酒不是只是一個這個飲品或產業 它是一個酒的文化 對 那所以它是一個整個文化保存 非常重視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 一個國家的文化主體性的首要基礎 就在於文化保存 你要讓你歷代 每個時代的文化資產它能夠留下來 然後它可以深深不惜發展 我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有一次我在法國 在旅行的時候 看到有一畝田 乍看之下很頻繁 旁邊樹了一個板子 上面是十歲 那幅畫 那的複製品 應該是複製畫 對複製畫 那為什麼 因為那畝田就是十歲所畫的那畝田 然後內畝田的樣子 都還是真真實實的保留下來 那現在觀光客去 我們都會在那邊拍照 而且有些觀光客會選擇 某些特定的時分季節 那個光線色彩會跟那個畫很像 那所以 但這不是偶然 不是說內畝田剛好偶然被保存下來 所以因為是法國在整個文化保存的政策上面 其實他們從法國大革命之後 很多人想要拆貴族的房子 他們就開始省思說 雖然貴族體制被革命推翻掉了 但是這些文化資產是可以保留的 所以它開始催生了文資法 而且它從一棟房子的保存 到房子周遭500公尺的區域的保存 到整個區段的保存 到整個村莊城市文化的保存 它有完整的非常政策的一個發展的歷史 在後面支撐 所以我覺得當時對我很大的一個 這個省思就是說 台灣真的是一個 我們的文化記憶快速流失的國家 而我們是少數在世界上 好像覺得跟過去的一切斷裂 在生活是沒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都生活在跟過去很斷裂的狀態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必須要立即改變的 是 過去跟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也沒關係 我們會每天拼生活 過三天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過了這個階段了 我們應該是要過生活 而不是只是過日子 有道理 而且國家應該要重視文化保存 那不要讓我們所有的一切記憶都快速的流失 所以我覺得我的首要政策 就是要為這個國家留住 它該被珍惜的事物 所以我很積極的在推動 這個相關文化保存的工作 那唯有這個文化保存工作做得好 我們知道我們是誰 但我們不管要做藝術創作 或是要發展產業 或甚至文化經濟的時候 我們會更有自己的特色 我相信在全球化裡面 我們才會有自己的差異性 不然走出去其實人家不太知道 放 grapp kuvaff知道台灣 但不知道台灣是甚麼 喔喔 I see You come from Thailand 不知道台灣 我們都覺得我們是太共 對 那我覺得 唯有文化可以讓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我們走在世界上 世界知道我們是誰 我对法国就是说这个民族 特别是巴黎 我觉得他了不起的所在就是说 我们一般是发行战争 我们会说这个一定要战到 如果没赢也要战到死 我们的战争就是民族的面子 是放在最高点 可是巴黎当时 希特勒要攻进来的时候 巴黎就开城投降 交换条件就是 你不可以破坏我的文物 文质对 后来我发现 这个事情对我启发很大 就是说他们不是把输赢放在最上面 他们是把文化放在战争的输赢上面 文化是一个更普世的价值 更永恒的价值 输赢可能是一时的 但是这些文化资产被毁了 就一切都没有了 当时如果巴黎不是开城投降 今天的巴黎可能不一样 对对对 后来发现 哇 我知道这个伟大的想法 我怎么从来没有想过 这就是为世界人民 人类文明 所守护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是是 所以我们现在保存我们的台湾文化 不是只是为我们自己 是在为世界文化 这个守住我们的贡献 对对对 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对世界是 台湾对世界的礼物 对 所以我们不应该让它流失 例如说语言也是啊 除了有大家知道有型文化资产 像古迹等等 那其实语言本身 我们也不应该让它流失 在这块土地上 曾经这个发生过的语言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 文化部的部长 郑立军政部长 请不好意思 我们来进广告 那等一下就来请教 这个部长就是 对于台湾文化 他打算怎么样建设 怎么样推动 好吧 我们先休息进广告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 文化部的部长 郑立军政部长 那我刚刚讲到那个 巴黎那个事情 我佩服了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的战争的理论 基本上都会说 如果我们打不赢 我们就把我们的 所有的资源毁了 不要让它 壮大它 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 为了 我们如果输了 我们不让对方 这个占据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的 所有的穀物 我们的 那个穀物就是 那个米啊 物资啊 我们的这个建筑啊 都把它毁了 不要让对方 这个得利 可是法国是说 我们都不要把它毁了 拜托你不要 我们的交换条件 就是我投降 那你不要把它 你不要把它摧毁 不要炸弹把它炸掉 所以我后来发现说 哇这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想法 我曾经 其实不是曾经 现在 现在的NHK 对不起 我有装小耳朵 那小耳朵呢 他会收日本的 收日本的12个节目 那其中有一个节目 是他每个礼拜一次 他其实不是记录法国 他是记录意大利南部 他有一个节目叫小村物语 就是大概是 这一个小村的故事这样 其实他也只不过就是 不断的记录 意大利南部的一个村落 那他们是怎么生活 他其中会记载一个家庭 他是怎么生活 比方说他们就 拐银子出去吃草啊 当时又拐回来啊 他们吃什么草啊 就开始地冷啊 冷怎么做成乳酪啊 然后拿去市场卖啊 然后就过了一个 感觉上很平静的生活这样 我在想说 哇他们人家愿意记录 他们一个村落的生活 然后每一个礼拜都一集 有世界有哪个国家 想来记录台湾的村落的生活啊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日本为什么选意大利 我想他们就说 觉得意大利有吸引他们的地方 OK当然就是题外话 就是有一天如果我们的文化 能够让人家感到欣赏的时候 我相信他们会来 是是 那所以我们今天访问 郑部长就说 那台湾的文化 你的文化政策是什么 我的文化政策 其实最重要一个核心的理念 就是说文化的主角是人民 所以其实过去 威权时代政府会控制文化 那我们一度也认为说 文化就是要国家来发展 但是我认为你看所有国家 其实文化就是从土壤里长出来 从生活里孕育出来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文化的主角是人民 那政府呢是要把这个基础做好 然后让人民在这个基础上 就像种树一样 它可以成长 然后去寻找它的天空 那什么是基础呢 就是我们刚讲的像这些 越是杂根的工作 政府的角色越重大 例如像文化保存 这个一定要靠国家的力量 所以我现在跟各个地方政府 我们正在进行再造历史现场 我们慢慢慢慢的 把有形文化资产就像古迹啦 或有一些是历史记忆啊 透过这个城乡再造的方式 或是修复古迹修复 或甚至结合科技 有一些虚拟再现的方式啊 我们把历史现场再造 找回历史记忆 那所有的一些包括母语啦 包括我们所有艺术史啦 我们的音乐史文学史啦 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历史 我们能够把它重建 让大家可以生活在一个充满历史感 知道我们从哪里来 自己是谁 像这样杂根的工作要政府做 像教育杂根 让孩子从小在生活在 他的教育能够有充满的文化体验 各种各式各样的艺术的体验 文化的体验 最重要是在地文化的认识 可以说比例吗 就是比喻比如说孩子从小 他所读的教科书 譬如说在南方澳的孩子 他如果写到渔港 可能教科书写的是基隆港 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 即便已经是写台湾了 但是我们的教科书 一向都跟在地是脱节的 对 那更有我们那个年代 根本读的是中国的历史地理 对那现在即使在地化 但是其实应该更在地的故事更连结 那或者是他如果是这个 我们让孩子有参访剧场的机会 然后我们梅合剧团为他们演一段戏 然后跟他们讨论 让他们去体验 或者是更深度的体验美术馆 博物馆 那或者是了解台湾的文学作品 等等 更是各样的这种文化的体验 让孩子从小生活在一个这个有美感的一个这个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欧洲很多学校就是说他们从小教育 这些是很自然发生的 但是反而在台湾是很封闭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接地气去接轨 对那所以像这些杂根的工作 历史的杂根教育的杂根艺术的杂根等等 这个是政府应该要努力进行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打造一个支持的系统 去支持人民的艺术创作或文化产业的发展 所以呢我们明年呢 大概也有史以来文化部有最高的预算 大概行政院的支持底下 我们有争取到史上最高的预算 194.5亿 那今年是166 增加了28 将近30亿 然后成长17% 你看我记这么清楚 16.9 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钱都是很辛苦 争取来的 那希望给大家更多的这个支持 那做大家的这个支持的后盾 那我们把杂根工作做好 让大家站在一个肥沃的土壤上面 能够来发展自己的文化 那包括艺术的创作 包括在地文化的发展 那甚至包括文化产业 大家都期待像寒流 或者其他的国家的这些影视产业 不仅在国内创造很大的 共鸣跟内需市场也可以走出去 所以我也想 我也期待说台湾人 我们有更多自己台湾人的故事 能够来拍摄 来制作 然后从这些戏剧里面找到共鸣 所以刚刚侯英大哥讲到说 像NHK 他的这些 不仅说去介绍世界各国的这些故事 其实他们有大量的大和剧 大和剧 那他们这个也作为 他们等于是他们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跟通路 所以其实台湾的影视产业也应该好好的重振 那我想是当中公广集团也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都大概已经整体进行了 整体未来的这些支持的这些政策 准备明年的预算要上路 其实我也看过大和剧 大和剧 我看 当然有一些是录影带了 他到目前NHK已经拍了50几部的大和剧 那有什么龙马传 对 版本龙马 那就是国家英雄了 我觉得那个塑造人民的骄傲感 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那个时代 我们有一个年轻人 一群年轻人 然后对国家因为定调 因为投入 因为牺牲 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样 我觉得台湾也缺英雄 台湾欠缺英雄的 的 故事 故事 对 那 我看他也做板上之云 那我就觉得说 哇 因为一出一出戏 可以让大家了解 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那个 那个很年轻就死掉的诗人 不好意思名字我忘记了 他就一直 身体摆到 都在家里看 丝瓜成长而已 那个名字我忘记了 然后他就 看丝瓜成长 但是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所以他就投书 投书以后 就鼓舞了很多日本人 那我觉得台湾有英雄 可是我们对台湾了解 真的很少 很少 事实上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诗人 文学家 画家 然后甚至思想家 对 那我们也有非常丰富的 原住民的文化 时间文化 那其实这块土地上有太多 重要的人文思想艺术的资产 对 还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我们很陌生 对 所以那其实这些都是未来 可能的题材跟故事 不管用任何形式的创作 对 那所以首要的前提是说 政府应该要把这些文化记忆重建 所以我也打算用文化科技计划 来建立文化记忆库的平台 文化记忆库的平台 然后把这些故事来重新发掘跟重建 然后让大家都可以提供 然后想创作的人可以从里面寻找养分 我有个比喻 这个是也许可以建 就好像我们的文化DNA一样 那当我们更知道自己的故事是 我相信这里面有非常多素材 可以来进行再创造 不管你是用影视或文学或是漫画 各种多元的方式 甚至你在地产业也可以有故事行销在里面 所以部长的意思是说 你的任内一定会推大和剧 台湾的大和剧 大和剧其实是公式有这个理想 有这个理想 其实政府的角色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政策系统做好 对 那具体的作品就让民间 去发展 对发展 或者是像公广集团 他可以发展 对 那其实我们有很多导演都有这个理想 梦想 要拍台湾的故事 过历史剧 像魏德胜导演 他现在也正在进行他的历史三部曲 等等 那我知道公式也有这个计划 那但我们就是说 要把整个的支持的这个环境 跟做好 那他包括几个环节 第一个就电视通路 对 你现在几乎是失衡 就是说这个外来剧 仍的时数非常多 中国戏剧 对 这个加起来 我们本土的占他一半还不到 对 那所以这个是很失衡的 所以最近我很高兴NCC他跨住第一步 他现在开始订定了自治比例 那这个我们期待很久 因为广电三法已经有了 但是执法要保障本土剧 要有多长本土剧 比如说黄金时段 戏剧节目要一半 是本土剧 对 那他已经定了通路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产志端要来辅导 那产志端我们以前有辅导金 我们接下来还要投融资 国家带动投资 要投资 或者你可以去融资 政府投资 或者是我们也来促进金融体系的投资 民间的投资 还有融资 就多元资金一起来 然后协助他提高制作规格 OK 好 那包括还有很多的配套政策一起推动 这等一下可以再说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文化部的部长 郑立军 郑部长 等一下我们继续请教他 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欢迎继续收听 波动转世界 我是郑鸿怡 我们今天访问的是文化部的部长 郑立军郑部长 我记得郑部长讲过一句话 那个报纸的标题是 因为任命你为文化部部长的时候 你说法国有44个文化部 你讲过这个话 我问说奇怪 华国为什么会有44个文化部呢 我真正去了解才知道说 因为华国每个部会 农业部什么 其实对文化都非常的重视 对 这是他们文化政策的核心概念 虽然是一个文化部 但是他们强调他们有44个 因为他们当时有44个机关 那其实就是部部都是文化部 其实文化就是国家的底蕴 其实产业也有产业文化 那所以呢 我也把这个想法带进我们的政府 那我很高兴院长非常支持 院长已经组成了行政院文化汇报 现在有15个部会参加 所以我们现在至少有15个文化部 那例如说我们跟教育部 就要合作文化教育 我们跟外交部就要合作文化外交 我们跟交通部要合作文化观光 我们跟NCC要合作电视剧 还有文化农业什么都要可以 农业其实也有它的农业文化 农村的文化 甚至经济部很重要 我们的文化创意产业 有些归他管 有些归我们管 对没错 其实很多的环节都有文化 所以文化汇报强调是说 不是来帮文化部做事 是每个部会自己都可以有文化施政 了解 那这样一下子就把文化施政能量 把它扩大 那我再请教部长就是说 我看现在有一个坚持台湾的艺人 那其实你知道中国市场很大 那他们去那边 如果说他是台湾人的话 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一定是被封杀 非常的凄惨 那在台湾 我讲实在话 在台湾 很多媒体也不敢用他们 因为他们不想去 去得罪中国 虽然媒体是在台湾 老板是在台湾 他也不敢去得罪中国 就尽量少用他 这样 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 坚持台湾 然后反而他没有饭碗 这个部分我们怎么 要可以怎么样帮他们吗 这里我们必须要 重新回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 艺术自由是表意自由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 它其实是个基本人权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 就是说中国他们最近 也有这个新的规定 就是要排除这些 在意识形态上面 的这些特定的立场的人士 那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要持续呼吁中国 就是说 艺术自由是表意自由 非常重要一环 我们希望尊重文化 跟艺术自由的发展 那来这样的一种方式 其实是对文化的一种伤害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 台湾 我们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台湾 我们其实就应该完全的尊重 这个艺术自由跟文化的 表意的自由 我们其实不应该因人的政治立场 而去干预了 因为政治立场没有罪啊 政治立场其实每个人 都可以去持有嘛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立场 或是你是哪一党 但是呢 艺术文化是超越这一切的 刚刚提到法国 连战争都可以超越了 那所以呢 我们自己就应该更坚持 这样的价值 所以我们不应该 因每一个人的政治立场 而对待他的文化创意 有不同的态度 好 这个当部长就是你表达你对于这件事情 你的看法 那当然这个看法是普世价值 那你呼吁 中国我觉得那个呼吁 其实是贵贵贼贼了 他绝对不会理你的 这样那 可是我还是回到现实面 就是这些人很可怜 他不想讲内地 他不说他是中国人 他是个台湾人 就因为这样 他在中国被封杀 甚至于在台湾 其实也是半风杀 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媒体产业 我讲实在话 就是意识形态上 他不一定很坚持台湾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不想惹毛中国 因为他也许现在就有生意 或未来有生意 所以这些人 我们如何照顾他 所以我们一方面 还是要回到基本价值 不断重生 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文化部长 文化是最接近良知的一项工作 我会不断的重生这个价值 那但是同时 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才 在台湾有更多机会 有更多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 积极的来发展 我们相关的这些文化产业 跟影视音产业 好有机会 对 让人才他有自由选择机会 他在家乡 他想留在家乡 贡献的时候 他有更多的机会 但是呢 其实不管我们的文化产业 发展好或坏 其实人才还是会流动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说 他在任何国家 都不应该被受到政治检查 那但是呢 我们会积极的 让我们的人才在家乡 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所以我们大概已经准备了 这个整个影视政策的转型 然后我们在明年 除了刚刚提到的 奖补助投融之双轨 我们也希望能够设立 中介组织 类似韩国振兴院 这样的专责单位 来积极的跟民间产业一起努力 然后我希望说短期内 尽快的把产质量带上来 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 那另外呢 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 地方政府发展影视基地 然后邀请一些国际的影视制作 的计划来台 其实各地方政府都很积极 我们现在正在整体的规划评估中 所以希望台湾发展 也是可以有国际潜在的市场存在 就是说一些拍摄的这个计划可以来台湾 那我相信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人才训练的这个机会 可以在台湾发展 那部长可不可以再请教 日本有和服吗 那整个民族服装 其实菲律宾也有越南也有 韩国也有 其实中国也有 中国其实它是旗袍了 那你觉得台湾应该要有吗 其实我想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会自然渴望要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国际上的文化识别 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说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期待有 但是它怎么产生 其实它不是部长来规定 因为那个变制服 变成国家由上而下 但是其他国家这些传统服饰怎么产生呢 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清楚知道自己过去文化的累积 都被保存下来的 一步一步累积深层的 那它很自然的形成他们社会共同的一个共同的服饰 所以我觉得我们首要之物就是要尽速的进行文化保存 然后我们更了解我们过去的一切 那社会可以开始来讨论 什么样的设计 什么样的服饰 最适合我们 那我相信 我们可以促进这样的讨论 那我们相信一段时间慢慢 我们就会寻找出我们设计的风格 然后又有我们的文化特色在里面 其实最近立法院他们也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 例如说我们快要焕发身份证了 那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设计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国庆啦 等等的典礼的一些这个国家的美学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想象 那未来我想行政院文化汇报 我们会设立公共论坛 然后我觉得很欢迎这些议题都可以来纳入讨论 这样子 你觉得台湾的识别是什么 在国际上 这个真的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 需要一段时间累积 就是说我们要更认识我们自己 然后我们要从世界角度来看我们自己 我们才会看得更清楚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一个酝酿的一个过程 譬如说说到日本 说到薩西米里的一本 说到河湖里的一本 说到盐辉里的一本 说到布斯多里的一本 这些就是他们酝酿出来的 那这个酝酿首先就是说他们自身非常重视 他们因着樱花有各式各样的遗历 结庆 那他们很了解樱花所代表一切的事物 不管是具体的或无形抽象性的 那因此所形成的一个共通的文化 所以我觉得首要就是我们要认真面对 我们自己的过去所留下的文化资产 然后我们生活里面的一切 然后从在地出发去打造它 我觉得那样的一种累积沉淀 结晶出来的文化 它才会是一个最很久的事物 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梦想家你还有在查吗 我们目前针对过去 就是一个晚上烧掉两亿三 跟宏一大哥报告 我们最近要上路了 就是这个讲补助透明化 所有未来在文化部申请补助 我们凡经过审查会议之后 我们就会就审查结果跟委员名单公布 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争取明年 有史上最高的预算 我也希望用最透明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 所以我们已经公告了 这个讲补助透明化的措施 那希望能够增加公众克责 大家可以共同来看这些钱是怎么用 用到哪里 那我们希望用在刀口上 所以我们先把这部分的这个未来 自己该做的事情 克责的部分我们先把它做好 那对于过去投资的这个文创投资等等 我们也正在进行检讨 过去的这些这个投资的评估的模式 审核的方式跟管理的方式 我们进行整体的检讨跟改进之后 那么以后就会用在未来新的 那孟专针对孟想家你有去查他吗 这些资料在进行我们都会在整体内部的内控上面 持续的有在有有在把关跟关注 那查到什么地步了 这个要有非常具体的结果 才会再跟社会来说 我真的很想看到 一个晚上是怎么化掉两亿三的 我们访问的是文化部的部长郑立军政部长 非常感谢部长今天接受我们访问 希望台湾的文化能够更加的深厚 在你的任内 让这个台湾文化能够得到重视 感谢郑部长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谢谢拜拜 谢谢